今天要出发了,下一站广州 今天继续乘坐公交车 全程需要换乘四次 全程是70公里 看看需要多长时间 花费多少车票 现在是9点半 我们要出发了 首先从石龙客运站乘坐318路 318来了 刷东碗 东乘上碗 票价三元 到达共联路口 在这里同站换乘 601路 老马成功 票价三元 这一站是马俑市场 五美美食街 同站换乘 广州369或者378都可以 现在已经快12点半了 三个小时了,还没有出冬碗呢 有点饿了 先吃个猪脚饭 好友力气继续坐车 顾梅风情街 没有找到猪脚饭 来这边吃个潮山粉 好了 15元的牛肉丸粉 6个牛肉丸 下面是粉 1个宝宝大帐 15元 广州378路来了 刷广州 成长马 过了东央 北支流 就是广州了 下广 到了 路车 请注意安全 天前地日 白亚 在下岗站 平站换乘 换信了 师妈 来了 票价4元 到广州 东站了 刚才快到站的时候下雨了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半 整整用了五个小时 没想到这么慢 票价一共用了 三块加三块 加两块 加四块 一共是 12元 一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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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